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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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房屋养老金是变相的房产税的说法 盐约俊表示 这是对政策的严重误毒 政府层面想办法筹集资金来做我们的小区物业拐理维修 根本就不存在说这个征税征收什么资金一说 而且这些资金用于我们小区的拐理是实实战战的惠民生的工程 跟房地财税压根就没有关系 类似牵强的把它联系在一起 误解了政策也造成了很不好的一个市场印象 房屋和人一样都会老 以前房屋房老就是用房屋专项维修基金 靠小区来集资共同去维护 现在有了房屋养老金之后 就按照以上的解读 是通过建立公共的账户 令到资金池扩大了达到共济 原来的维修基金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是什么角色呢 以后如果一旦要用到这个维修基金 用到这个养老金去维修 或者去保养自己的房屋的话 其实是不是好像现在用维修基金 就是用业委会和物馆来申请呢 第一说需要付价来审核呢 钱要用的话 是不是都涉及到房地产的 上下游的一系列的建筑行业 会有新的增长点呢 就目前所知 我们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解读 但无论为什么 都不及猫山王榴莲味道这么独到 昨天凌晨首批马来西亚鲜食榴莲 到达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这个是马来西亚鲜食榴莲 获得检疫准入之后的第一次 进入到国内市场 广东人讲究不时不食 不静不食 这批猫山王 说这么快已经在广州尝试 品质怎样 够不够诚意呢 看看 26号凌晨3点09分 一架载有27吨马来西亚鲜食榴莲的货机 抵达深圳 垂直在机场国际货站仓库等待海关查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深圳保安国际机场的国际货站阴凉库查验区 在我身后就是首批从马来西亚进口深圳的新鲜榴莲 总共有2370箱 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呢 让鲜石榴莲运地当天就能抢鲜 装进老百姓的果囊这里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广州江南果菜市场 货站人表示 昨天上午到达的第一批猫山王 两个钟头就被订了 现在看到的这一箱也已经明果又煮 先吃猫山王 跟我们以前买到的冷冻猫山王 会有什么不同 它的香味更加浓郁 同时它的果肉因为没有经过几冻 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层次会更加分明 但是对于鲜果来说的话 基本上从采摘到消费者这边的话 三到四千这样 所以它的新鲜度是更加优质 记者搜索线线下的部分双超 不少双超还在等待配货 在广州小月秀区一家联锁双超 记者见到了七个先吃猫山王 售价为99元一斤 店长表示 店内一共才分配到九个 不少店面甚至没有分到 先吃猫山王也引来不少榴莲粉丝 前来围观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好感不同的 会专门挑这个品牌去选 也会 我可能会把这个话题抛给我的朋友 会说大家要不要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再去买一个 这样尝试一下 他了解 目前已经接近猫山王下日产季的尾声 等到11月份 下一轮大产季到来的时候 才会有更大批量的猫山王榴莲来到中国 等更多榴莲爱好者都可以品尝到 品质当然是好先进口 但怎样可以保证整个入口的流程 要够快才是关键 检查还是要检查 但现在采取的是 一度就检查 优先检查 就可以保障到这批榴莲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来到消费者手里面 这个过程如果看到对这个报道 几乎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 猫山王是榴莲界的顶级品种 盛产地主要就集中在马来西亚 要对得住顶级的品种 也只有顶级的服务 来到秋季依然有大火 昨天下午中山古镇一家店铺突发大火 由于店铺里面存放着大量锂电池 火势非常凶猛 现场一度传出电池爆炸的声音 当地消防立即赶到现场破旧 问题就是这间究竟是什么店铺 为什么会藏起这么多锂电池在这里 还有起火原因又是什么 火灾发生在昨晚下午四点多 现场视频可见 店铺内一片火红 浓烟不停地往外转 由于起火的店铺内 存放着大量锂电池 现场不时传出哒哩啪啦的爆炸声 冒着火光的电池火粒 伴随爆炸飞到店铺门前路面上 火灾发生后 湖镇消防出动8架消防车 45个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取消 消防到场后迅速疏散周围群众 并做好警戒 经过消防十几分钟的努力 大火被救世 今天 记者向现场见到 发生火灾的店铺 所有物品几乎都被烧毁 地面上散落着被烧黑的锂电池外壳 火灾还波及到雙轮的一家灯色店 店铺内一片狼藉 实验的灯具都被烧黑 天花板也因为高温炙烤而损毁 店铺老板很屈闷地说 今次是城门失火 阳及慈余 消防部门介绍 今次火灾的货火面积 约30平方米 未造成人阳伤亡 火灾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单从理电池和太阳能灯一起着火 还是很难判断起火的原因 因为理电池起火 可能和质量、老化短路过冲等等都有关 太阳能灯 其实无非就是电池 再接多个太阳能板和眼灯 可能灯和电之间又有联系 今次其实着火的时间是下午 消防赶得也算是快 控制得及时影响都这么大 因为如果半夜发生 难以想象 先有龙董村后有广州城 一直以来民间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龙董村也被称为广州第一村 带来到今天 人头涌动地大蜜薄的广州城 为什么一个村 会有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素顾追金 我们一起跟着镜头 走入时光中的龙眼东村 在广州四天河区龙董街道 在村楼不适的车楼背后 可以看到一处用楼梨瓦盖顶 搭成的龙眼洞牌坊 最高处为双龙气株的仰式 中央刻着龙眼洞三个金箔大字 牌坊已经在到说立了几十年 为什么这里被称为龙眼洞 网上有很多说法 有村民就这样跟记者说 现在准确来说是龙洞街道 以前是龙眼洞 以前是很多龙眼洞 可以跟这个有关 而走入龙眼洞村的第一眼 就可以见到龙洞暴行街 和童济坑牛雕像 再往里面走 可以见到更多的名声古迹 村内池塘庙宇也超过十四座 例如那座 朴银帆公寺 是清朝顺治七年 当地村民抗青时的指挥中心 现在不单是龙眼村 农民协会旧旨 更是天河区登记的保护文物单位 多很多 清朝那时到家了 那时很久的 重建的这个池塘 池基池塘来 池塘逛一逛 又条村逛一逛 就是这样的 天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的了 可以看到 在我身旁这个祠塘的墙壁上 是有一些重要活动的照片 现在都已经有点泛黄了 而且在我手头上 也是由村里几位老先生 花了两三年时间整理出来的村置 里面不仅详细记录的村里的环境和一些活动 而且还标明了是广州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之一 其中一位整理村子的凡老先生 提起龙眼董村的历史 一脸骄傲 据老先生表示 自1953年以来 当地村民由19个地方采集到了4000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文物 是预金发现的广州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之一 广州第一村之称由此得来 除了坐落在村各处的历史古迹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现在的龙眼董村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居住 为村带来了别样的活力 无论日夜 车楼人群涌动 各种时尚店铺在这里落地 小食摊位也都升起了扭扭烟火器 关于龙眼董村 何时开始有 目前是有两种说法 有说是南宋已经有 有说是唐朝 但无论哪个朝代 都证明这里至少有千年历史 从最早有人类在这里居住 到成为了一条村固定了下来 不断繁衍生息 过程很漫长 正是因为过程漫长 才证明这里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考验 它真是适宜人居 到今时今日 人类的改造是将更多地方 都可以打造到适宜人居 我们再回眸当初 可能不知不觉间 已经完成了 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 讲旧事 以前用电脑浏览器 去上网 到现在我们用微信小程序 都是一个夸道 但有没有发现 无论哪一种只要是人多用的平台 几乎都会出现弹窗广告 不止明确的程序 算了 大家都不跟他计较了 最近有观众报料 说他们经常使用的 揚承通小程序 都有频繁推送广告的情况 搞到他们很烦 消费者 是否只可以接受 忍耐 没办法解决呢 离市光闻的吴生表示 最近距离广州办事 都会使用洋承通小程序 搭公交车 不过第一次使用时 由于不清楚小程序 会出现广告弹窗 结果不打不撞 连续购买开通了三项 通讯增值业务 和下载软件 会员等产品 其实多次打开微信上的 揚承通小程序 发现每次都会先弹窗一段 五秒的广告 然后再显示成车码 这些广告五花扮门 有些是游戏APP的营销页面 点击后会跳转到APP的下载窗口 有些就是推销保险 或者通讯增值等方面的产品 而且直接连接到开通购买的页面 记者点击系统随机推送的一则广告 小程序直接进入到中国移动一项增值业务 每月15元来电包的开通页面 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后 马上收到业务开通成功的短信 而在事后 也需要记者在中国移动的APP上操作 对该业务进行推定 对此 不少广州街坊都表示 凡人的弹窗广告 令到杨成通小程序的使用体验 大打折扣 最好就是一打开 立马就有二维码弹出来 不然就浪费时间 因为后面有很多人等 然后你心里又着急 会误点开那个广告 也会浪费我的流量 有的时候万一点充电就点进去了 又很麻烦 尤其一老年人 他不小心会点到 他就会当真 所以就不太好 2023年5月起 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规定 以弹出等形式 发布互联网广告 广告主 广告发布者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件关闭 不得有关闭标志 不可清晰辨识 或者难以定位等情形 虽然在强承通弹窗广告的左上角 每次有一个跳过广告的标志 不过有街坊就认为标志不够清晰 你觉得那个关要广告的案件方面吗 太小了 太小了 如果一些老人家的话 可能就会看来看去就看不到那个差的那个案件 另外 在广告业面上 还可以找到对广告不感兴趣及投诉等损行 记者一一点击这些损行 并且也都提交了投诉 但是再次打开小程序时 仍然有广告弹窗 难道用户不能够选择 不再接收开评广告推送吗 最后 记者收到杨诚通发来的一条短信 提示可以关闭乘车马开评广告 在操作后24小时内生效 按照指引 记者在小程序个人页面 我的打开设置选项 再关闭获取开评广告的案件 果然在24小时内 不再有开评广告推送 理论上 好像这一类公共交通二维码 它是有一定的公共公益属性在 广告委本身就应该要慎重设置 而通常弹窗广告 误触都只是问题之一 这些广告 大家看到很多是以短视频方式呈现 它都是消耗你的手机流量 最终它不会帮你买单 消费者都是没得选择 就是刚刚我自己都试了一次 发现二维码下方是挂着一个视频广告 几乎每一页都有广告 总共有三页 这些广告都不可以消除 一点就会自动进入另一个小程序 再者 这些广告卖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呢 如果消费者出现了消费糾纷 或者一些消费诈骗情况 推送方是否都有责任呢 报料时间 广州海珠居民说 前一阵段他们社区发生了一宗狗咬狗事件 有只柴犬趁着主人开门 跑了出去外面 咬伤了另外一只贵宾犬 事件发生之后 还有居民反映 就说柴犬主人放狗的时候 经常不帮狗戴口罩 隔离论舍都很害怕 我们先下实情况 再来讨论 居民李生住在广州海珠区 瑞宝街电池藏宿社区 事发当晚9点多 他牽着宠物狗外出行街 经过一楼鄰居家门前时 一只柴犬由屋内冲了出来 直奔他的贵宾犬 李生说 当时他用狗绳上绑着的一串锁匙 扔在柴犬的身上 才将柴犬和他的贵宾犬分开 李生介绍 贵宾犬受伤的治疗费 加上他被找伤 需要打的狂犬疫苗 一共花了二千多元 柴犬主人先后分三次 支付了这些费用 应该在家里关门和门 不用让它冲出来 今早就咬到狗 如果咬到老人、小孩 那就可惨了 针对事件 柴犬的主人黄三说 当日的确是一时疏忽 令到狗狗跑了出去 我的狗又没有咬过人 没有成功又没有追人来 只不过人没有关门 冲出来 为此 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上门协调 并提醒柴犬主人 腰椎衣文明养犬 确实了 狗是伤了人和人的狗 钱也赔了 相信有这次教训 他以后会关门 管好自己的狗 其实今次都不是说 只是这个狗主 其他狗主应该都有些警惕 即将心比心 外出帮狗戴口罩 用狗绳既保护人家 都保护自己 暑期来到尾声 中压物大中小学自然是密罗紧鼓准备开学 于是学生客楼高峰也都来到 从昨天即8月26日到9月10日大概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学生旅客有650万人次 铁路部门根据客楼特点持续统筹运力安排 保障鼠运旅客平稳运输 当前铁路学生客楼和旅游商务等客楼商会叠加 广州南站迎来鼠运末期旅客出行高峰 为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车站运用铁路12306预售和候補扣票数据 分析客楼规律 及时在业本时段、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投放 在学生客楼较大的线路 组织开行学生专列 保障学生旅客的出行需求 为做好学生入返校的运输工作 12306手机客户端上线了 学生预约扣票服务 学生旅客填写一位资质讯息后 可以预约预售期外的入返校车票 在开车前第16日进行车票队燃 能够为本人及同行乘车人一并预约 方便学生结伴同行或者家长送行 目前各大高校迎来新生入学高峰 铁路部门提醒持录取通知书 含电子录取通知书的新生购买学生优惠票时 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手机客户端在线办理 不需要再到车站窗口 核延优惠资质 各大车站在学生旅客出行高峰期 也加开了学生购票窗口 优先为学生旅客办理售票 改签和退票等业务 据悉 学生优惠票 限于普通旅校列车硬座 硬饿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 可以享受硬座半价优惠 动车组列车二等座 按公布票价的75%计算 漂亮是谁不想 又便宜又漂亮几乎人人都想 最近有人发现 竟然有网店出售欲读赶菌针剂 更加拍片来教顾客 自己稀释针剂来注射 有香港专科医生说 过去一年已经为大约30个病人 去治疗因为自行注射 欲读赶菌出现的副作用 提醒消费者 便宜的风险并不小 这个网购平台上 有不少店铺出售美容针剂 这间出售欲读赶菌针剂 售价320元 更提供教学视频 对 用注射型的生理盐水 抽两毫升 配到那个产品里面就可以了 大概按照教学的一个牌点 打0.05的药水就可以了 0.05针筒上面也是有刻度的 懂吗 香港记者之后表明记者身份 卖家就这样回应 跟你说是自己操作的 不可能就是我卖你一套产品 卖你一个产品 我还要坐飞机去香港 去给你做吧 产品失效了 它也不会对人体有害 有香港皮肤科专科医生史 近年越来越多患者 自行注射欲读赶菌后要求疹 过去一年 未计要转介到医院的严重个案 它已经为大约30人提供治疗 可能一针已经可以打死人 因为这些欲读赶菌素 当它打入肌肉的时候 它其实是等同于它做一个静默注射 会影响我们的心臓麻痹 令到你无法呼吸 它进入一个比较直接 是一个中毒的状态 是会有生命危险甚至死亡 香港卫生署回复指 2022年至今共六得九宗 疑子医院性欲读中毒个案 主要是由于注射欲读赶菌毒素引起 其中一宗事主声称自行注射 两个问题 第一 这些针剂大多数都没有经过 当地的医疗部门检查和鉴定 不少其实都声称自己就是韩国直接入口 他们可能可以 又可能不行 第二 注射技术因人而异 位置不准确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欲读赶菌随咒的原理 它是欲读素注入肌肉麻痹表情机 不懂收缩自然就会减轻咒紋 至于瘦面瘦小腿等等 它是要阻断肌肉的营养供应 令到肌肉萎缩 药本身可能到现在 技术门栏已经不高 关键是注射手法又讲究 如果还是觉得价钱足够便宜 刚刚医生说得太严重你不信 自问大家非专业人士 单单用面来比较 谁可以确保左右两边面 你注射的位置和份量都是一致呢 万一不一致 你明明想要漂亮 结果看出来就是病 香港方面最近都有一个数据 就是关于男女比例 去年香港女性比男性多了大约68万人 有学者说 女性寿命比男性长 港男娶内地妻等等 都是造成失衡的原因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 截至今年年底 香港女性人口增加1% 至约410万 男性人口就增加0.5% 至约342万 相差约68万 撇除外容后 男女比例为每千女性对908个男性 在阴性阳衰下 女士会不会担心男力伴侣呢 因为我导的专业都是旅游科 做事都是文书方面的 所以其实都很少有难同事 和难同学 班里面是多些女性的 比例大概是多少 就是7对3 还是6对4 男士就有不同的看法 找本来这件事都是 合不合处是谁重要的 不是说当女性就有机会大一点 有学者说 多个原因造成男女比例失衡扩大 主要都是基于这个单程症 就和一个外面入来的那个专材 因为如果说单程症来说实 一大部分都是家庭团聚 而这个家庭团聚 就通常都是香港的男士 就和内地的女士结婚 然后内地的女士和他们的小朋友 就来香港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女性的寿命 是比男性多6年左右 你以后再推下去的时候 都是会看到这个男女的差别 香港统计处数字显示 香港整体结婚数字继续上升 由前年约3万宗 上升至去年超过4.7万宗 结婚年龄中位数 男性是32.5岁 女性是30.9岁 至于平均寿命 临时数据显示 男性为82.5岁 女性则是87.9岁 这份数据 数据背后是观察和变化 不需要分对错 人口变化的趋势意味着很多 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五年 就是我们从最单纯的夫妇白头到老 最后极有可能在最后的阶段里面 剩下女性一方会多五年时间 这五年涉及到特殊的独身长者关爱服务 结婚年龄都超过30岁 就是生育年龄较大 即场妇女选择生育多胎的可能性 就会更小 也意味着代制之间的差距会较大 女多男少可能对应的 在结婚的适龄人群当中 男女的比例都是失衡的 女性只能够去选择其他地方的男性 这些是我们看到有可能出现的趋势 距离中秋只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各大超市月饼已经抢先上市 我们记者走访发现 今年的月饼市场好像有些变化 不单纯月饼的份量瘦了身 价格好像都亲民了少少 还吹起了健康风 怎么健康化呢 今早记者在广州东山口 一家老牌商场的超市里面看到 月饼专区已经摆在抢眼位置 其中定价最贵的是这款大师手制广式月饼 重量1000克不够 售价是478元 而大部分月饼的售价是由几十元到百多元 高价月饼价为少 记者打开包装后观察到 今年月饼份量都普遍瘦身 不少品牌推出一口月饼迷你月饼 虽然大部分两盒月饼还是使用紫盒包装 不过过度包装的痕迹并不重 不单是这样月饼健康趋势也很明显 不少品牌都有低糖无借糖月饼 随后记者也来到广州建设大马路上的一家双超 同样那个店也没有5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 最高定价为一款一公斤的七星影金月礼盒月饼 售价498元 记者还发现 今年继续有创新口味月饼 例如黑虫露牛肉 蟹粉鲜肉口味的鲜肉月饼 而要论性价比 低至9.91盒的散装月饼 是不少人的选择 口味更多了 价格更低了 像我们刚上市的神域月饼 宣威云头月饼走势非常好 顾客对于尝鲜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有负责人表示 由销售数据来看 今年价位在200元以下的月饼 销量最好 中秋节章节 为促进消费 目前店内正推出一系列优惠促销活动 包括满减 团购折扣价等 爆发期应该就在这个周末左右的一个 就会直线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这个爆发期就是一条曲线来的 黑路上升然后不断就跌下来的 越临近到时候可能减价越多 每年中秋看月饼 就是看消费市场的风向标 节种要过的 月饼好好臭臭都要吃 打击过度包装送礼月饼之后 售价100到200之间 应该就是消费者一般家庭可以接受的 这种趋势其实都已经好几年 月饼市场的特点可以减量 但不会轻易减价 所以就算没有借糖 价格不降反升 相当于是针对糖尿病患者出的代糖系列 不过其实都没所谓 不便应万便的广东人吃得甜的 也就是一口伤枉白煉容就够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式 以高水平开放探索与世界互动 是新时代经济特区的特点之一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4周年 从开放中走来 在开放中进步 深圳不断将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敞亮 努力在全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 曹仙峰作示范 自从144小时过境免签等多项通关便利政策实施以来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到中国 开启他们的China Travel 一起来亲身感受中国发展成就 其中深圳也成为了他们探索中国的重要一站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 8月24号 全日共查验出入境人员97.2万人次 今年第九次 暑期第四次创全面复关以来的新高 直至8月25号 今年以来 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近350万人次 出入境航班超过3.3万架次 出入境人员数量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通关总量 为有效应对不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 我们进一步加强与相关航司的沟通协作 提前研判客流动态 持续优化勤务组织 配备充足知情景力 最大程度节约旅客的等候时间 努力营造快捷高效通关环境 全力助推深圳高水平对外开放 深圳国际航线越跡越密 直至目前深圳机场每星期 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 客运航班超过800架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七成 至8月20号起 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班 近机委登机口由9个增加至15个 客运保障能力比之前提升了一倍以上 下一步我们要加快拓展 深圳到世界集关区 全球创新型城市 以及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 与深圳产业关联度比较高的国际客运行线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有一段对师的视频出了圈 首先事先要说明 它有点像唐伯虎点秋香 华安和对师 不过这次是一个小朋友来做主角 在西安街头一个普通话 一个粤语 对接行云流水 看看有什么火花 你以为的对师 话徒女龙不任苦不笑 小小书痛何笑何笑 棋盘内居无伦马无疆 叫声将军提防提防 实际上的对师 实际上的对师 实际上出床笑 思觉流汗下落无疑 视频中这个女孩只有九岁 来自香港 在西安这个十三潮古都的街头 用极具古音韻味的粤语 重演了藤皇国序 长恨歌 琵琶行等名片 不少网友都说 小朋友不单止私持积累丰富 粤语淫师听起身很压韻 听起身第一觉得优默点 第二就比较有趣 但是普通话听起身就比较生硬 保留了汉语中古音的 很多发音方式 我们粤语号称九声六调 声调方面 比现代的普通话要丰富 尤其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入声 所以发音方式会比较丰富 而且跟唐代和宋代的官话 相对是比较接近的 古代汉语的平上去入 后面的三个声调统称为側声字 平側压韻 构成了传统诗词格律 一阳顿错的关键 古代的入声 在原代时分化到了 阴平、阳平、常声、去声四个声调中 所谓现代汉语北方语言没有入声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难处》 《瘀血》 《瘀血》这个《瘀》字也是入声字 整首的满江红都是用入声来压运的 所以表达到作者岳飞的满腔激愤 记者今天在佛山街头 也向街坊发起粤语读诗挑战 有不少在粤语环境下长大的学生和街坊都说 用粤语读诗会有困难 一时之间扭转不了普通话和粤语读音的差异 12年 日照商楼生子音 遥体浦寡寡前村 反正小的时候读幼儿园 在这边读读朋友同学就说粤语 超池万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声大不住 轻周以告万重山 OK 再加点难度 看你读得多純一读 这个 冠不见黄河之水天常来 奔流到海不復日 不復会 慶立四年春 藤梓荆 扎手 扎手白能尊 月明年 正通人河 白费巨兴 不懂 不懂 我都尝试挑战一下木兰诗 大家听下我讲成怎样 積積伏積積積 木兰当户積 不闻基柱星 唯闻女探色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益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益 昨夜见军帖 可看大点兵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夜明 在屏幕前的大家 都会尝试一下用粤语来读诗 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 除此之外 粤语填词的歌曲中 发音都跟音乐的韵律相似 例如海阔天空中的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就算用粤语来读 都跟唱起身差不多的韵律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基于声调韵母数量多 组合出的总音节数都要多 而且长短音错落 甚至不少英文的音译 用粤语会更加贴切 长恨歌 之前我比较喜欢给学生 去练读的一首 因为里面既有生辟字 又可以考停联 更加可以考大家够不够气 其实这样无论哪一首 粤语朗读的味道是会完全不同 也可以千变万化 8月是广州大熊猫 兄妹声一和雅一的生日月 今年他们都已经11岁 广州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今天帮这两兄妹准备了 丰盛的生日大餐 我们又去看看 哥哥声一 先是被管粥的一只大海星吸引着 不过有什么比吃饭更吸引呢 见到粥之后 她就立刻坐下 开始享用微微早餐 而妹妹啞一登场后 直奔自己最爱的木舌花 错头 擦身 翻滚 用木舌花 和自己离了个全身梳洗 她比较乖 比较听话 我喜欢新衣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她比较憨一点 你知道她过去的 对对对 她过来的 有没有什么祝福给小猫的 希望身体健康康的吧 在卷养状态下 大熊猫的寿命可以达到30岁 5到20岁是他们的成年阶段 而11岁的大熊猫 大约相当于人类的中年阶段 具有相当的智慧和成熟度 为了和两兄妹过一个温馨 且特别的11岁生日 保育员精心设计了 《乘风破浪》 和《五谷风登》两种主题 海鲜、海螺、椰子树 这样的一些元素 我们看到还有冬瓜制作成的游轮 那熊猫宝宝现在也非常感兴趣 据说今天是制作成了一种海岛的风格 希望熊猫宝宝之后 能够继续乘风破浪 其实我们对于大熊猫的风用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大熊猫可以接触的东西比较少 而且都比较单一 所以我们只可以添加一些 很自然的蔬菜、水果等等 都可以说是一个装饰 还有我们最重要是 对它做一个气味上的风容 讲开吃 石旗鱼夹有多少种煮法 你又吃过多少种呢 最近心中两地 在中山联合举办了千人夹宴 一起去看看 心中通道通车后 大量深圳游客、港澳游客 来到中山、打卡景区 品尝美食 鱼夹消耗量增加了五成以上 但是采访过程中 记者发现 不少游客对石旗鱼夹的菜式了解甚少 中山他们澳门很近 我们都经常来的 我们只懂得吃红烧乳鸽 和自由乳鸽 为旷戴石旗鱼夹的影响力 心中两地的旅行社行业协会 联合在中山举办千人夹宴 向大家推广石旗鱼夹 中山脆肉丸 神湾菠萝等特色味食 十种的味道 有花椒、鲁水、红烧乳鸽、纳乳鸽等等 自在推广我们的中山乳鸽的文化 中国、香港我就经常吃乳鸽的 不过你们来这次来吃 这里是乳中不同的 挺乖乖 前烧、下都有 五味鸽都有 每次为了这个好吃一点 刚才只吃了三种 我们三个分享了一种 下次要把 三十七种都吃一大 据中山市农业志记载 石旗鱼夹最初是由1915年 旅居国外的中山华侨 带回外国幽良总甲 和中山本土幽良总甲 配对习交 逐步辱出新品种石旗鱼 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 它不单只肉质鲜嫩 营养丰富 更吻含着吉祥如意 华械美满的美好如意 最为常见的十几种煮法 有红烧 豉油黄 卤水 药茜 鲜花椒 梅子 木薑籽 咸香 黑松露 花雕 盐菊等 十多款中山的柳格的作法 每一款都相当有特色 而且也让我来中山 也品尝到中山的美食 中山十七个的味道 以及中山各种美食的组合 歌音 以及一些小吃 让我感受到中山美食的悲意 可以千变埋化 所以我今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以及一个很大的收获 我们回到澳门 也都可以将五色乳甲 这个感受是澳门的所有市民分享 好了 今晚《湾区最新闻》 我们先看着这么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湾区最新闻》的 微博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和触电号 我们会全天刷新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最新闻 我是努力 明晚文耀品 《湾区最新闻》 中文字幕发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